刚刚一开门 这边门上又漏水了 这是啥情况 幸亏这次看了一下 他这有一个排水孔 这胶带在粘着 我再去检查一下其他的门 这个门没漏水 应该是已经被撕掉了 之前都没注意 看一下那边 这个门也在滴水 我说之前下雨怎么老滴水 但是这个 这个 这个排水孔已经 已经撕掉了 为什么这边还有这么多水 这个排水孔 这已经撕掉了 撕掉了 这儿 这都没事 这都已经撕掉了 就那边都没撕掉 哇 这儿有漏水 我去 这么多蚂蚁 什么鬼啊 这门里面怎么这么多蚂蚁 这儿 刚刚去加油站加油 加了170块钱的油 然后出来这么久 第一次洗车 在加油站蹭了一个洗车的 洗完车之后发现 我开车心情都变好了 车也变轻松了 我感觉这个心理作用啊 我发现车一圈都有刮蹭啊 等一会儿到地方了 给大家看看我这新买的车 没多长时间刮蹭了多少 看到交警在这儿晃有点心慌啊 虽然我啥都有 证件也欺全 但是看到交警 确实很心慌啊 果然这个车一洗 哪哪都 顺畅了 感觉挂挡也顺畅了 开着也顺畅了 车洗了洗就是不一样啊 很亮 给你们看看原本车是什么样 原本就是这个地方没擦到 原本就是这样 简直都是一个灰色的车了 我刚洗完这个泥 这个泥 这个泥又弄上了 洗完之后发现 发现竟然蹭了这么多地方啊 这两个地方我都不知道怎么蹭了 这些 这些我知道这些小的一些细纹 那是那天过那个 树林 然后树枝挂的 其他的基本上 大毛病 基本上 这些小蹭的这些都是 那个树枝上 树枝是树枝挂的 大的刮蹭 几乎没有 那天睡觉 晚上睡觉的时候 感觉车好像被什么碰了一下 但是没注意 然后早上起来的时候 我突然想起来 我就看了一眼 不知道怎么会怎么着的 就蹭了一下这个 其他的地方也没有 这个 这个这是漆吗 这个感觉像贴了一层什么的 这个蹭的我都不知道怎么蹭的 没感觉 比较大的刮蹭 基本上都属于 这个 一个 两个 那两 两个 三个 新车买了多久 就三个地方刮蹭 不过其实好像 车不洗的话 基本上也不明显 但是车一洗吧 就特明显